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美国联准会释出了鸽派的言论 预告九月份黑非常有机会降息 那美股强势的反弹 费城半导体指数也大涨超过了7% 海基电ADR昨天也涨了超过7%的幅度 终于看到美股的科技股都回神了 今天台股今天大涨超过400点 最高供上22600点之上 台积电开盘强涨35块钱 供到了969元 尾盘收在960 这一波修正以来都没有跌破季线 海基电真的非常强势吗 然而鸿海部分 上周破季线之后也快速的站回 今天也守住了200元大关 跌到半年线的广达 也开始反攻 今天上涨了大概有半根的幅度 他代工谷歌AI伺服器 那现在苹果要用谷歌 所以有渐渐打入苹果供应链吗 广达到底跌够了没有吗 但大家现在都想问 AI的大师兄回来了 但是大师兄上方套牢冤魂很多 有办法拼解他还是一步一步来 先找了好的卖点再说呢 马上欢迎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分析师 肖又铭 老肖好 明君 各位同学好 欢迎分析师吴越斩 斩哥好 明君好 大家好 欢迎分析师邓尚伟 邓老师好 明君同学们 大家午安 好 联准会释出了降级的东风 台股今天跳上季线 是用跳的哦 看到一个向上的倒行反转的形态 有这么强吗 那大盘反弹能够变成反攻更厉害吗 为什么要观察法术会 有没有利多反应 真的有耶 昨天光宝科先示范说 他们有得到辉答认证 GP200的伺服器的电源器订单也有做 台达电也是电源供应器大厂 今天要法说了 光宝科示范反转涨停 台达电还不错 蛮强的能够延续涨势吗 还有谁能够复制呢 那今天好多跌升的个股都反攻了 跌到哪里是甜甜价 真的要迎来反弹了呢 我们请问老肖老师用新的指标 要跟大家来做教学 电子成交比重终于判回到了七成之上 大股票主帅全面启动 空手者可不可以进场买了呢 那除了台积电强空 红海今天媒体开放日 它比大盘更快站回季限 8月份 8月中 法术会之前还能够卡位红海吗 请问展哥的观察 全职股今天强力谈 7月来不及卖的8月份要怎么样 出得更加的漂亮呢 大摩把辉达纳入投资的首选呢 那跟它相关的有什么 GP200跟机器人 尤其机器人呢 有共蒙接好多档工到掌停板呢 现在可以转向更积极了吗 要做短还是做长 新的一波涨势怎么样来做期待呢 我们请问邓老师 广告回来所定五期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期股市同学会 真的好不容易 大盘今天迎来比较像样的反弹 今天大盘涨了400点 开高走高 大型全职股全部都出力 大盘今天是上涨442点做收 是收在22,642点 成交量是4,307亿元 量回到4,000亿元之上 今天是跳空大涨的形态 海基电社会会辉达喷12% ADR喷7%兼股价是有反攻的力道 广大大涨了超过半根 那鸿海也上扬 联电部分也开始收起眼泪 肩股价也是大涨表态 但是昨天召开法 收回的联发科 说第三季可能没有预期中过去的 旺季这么样的旺 联发科肩股价是比较 暗自垂垒的稍微的弱势一点 那我们从K线形态来做观察 老师讲过好多天了 我们不是看季线位置 是看大盘这一波 上涨以来的平均价 连续几天都有手稳 守得住的话放量就会攻击 老师今天大盘出现了一个 反转向上的跳空缺口 怎么看反弹是一定要的 但能够成为反攻的力道吗 原则上针对明天 记住主要的对决点会在 22,795点 这是明天的部分 首先各位请看 你从量价结构里面 我们往前看 过去这里连续有四个交易量 它是放量的 近期这个低档因为是量缩的 但是因为周循环 在今天正式转正 所以代表说台股在未来一周 它是向上做挺升 可是因为左侧加 这里有一个带量的反压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多头会震荡式的向上挑战 正式向上挺升 但是没有办法V型 但是会震荡向上 看起来这个态势是没有改变的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股市终于有好消息了 对 整体上我们来观察 其实你如果看今天一大展 看美股各大财经网站 它所提到 不管是巴隆 彭博或华尔街 主要都提到就是联准会降息 因为昨天7月31号 就是联准会的一个会议 接下来是在9月18号 目前9月18号变成另外一种情况 一种就是降一码 另外一种就是降两码 所以接下来会影响股市 就在一码跟两码之间的PK 好 一码跟两码 没关系 至少9月份会降息 都是好事情 台北股市来做观察 也是受到美国联准会 会放出鸽派言论的带动 美股涨 台股也涨了 背半标7% 会打涨12% 台肩ADR涨了7% 这会后的声明 搞联准会也讲 就业市场从强劲变成放缓 加深了降息的这个理由 柳亦同胸风险也删除了 银派的梅斯特退休 高盛老将接棒 超级央行周落幕了 不确定因素也终于消失了 那大家可以关注什么 就看我们台湾的法说会的表现啦 好 法说不在法会吗 联家军非常亮眼 联电第二季毛利率35.2% 超于预期 含第三季通讯电脑需求改善 新兴部分呢 载版PCB驾动率全面的升温 今年资本支出是追加到254亿元 好 今天是台大电要召开法说了 时尚最强的第二季大赚3.83元 大家要关心第三季 瑞银目标价在法说前 调高到460 那在台大电召开法说前 2301的光宝科 哇 示范得非常好 昨天法说会 今天直接喷掌停摆 8月法说行情 如果消除了央行周 这些不确定性的因素 联总会话也讲完了 老师 大家可以认真 放心看法说会的内容吗 整理上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以联电为例 今年因为最主要就在 今天你看到联电 一改之前一路往下盘点的格局 出现非常强性的大涨 最主要就在它毛利的一个上扬 毛利的上扬加上预计营收 会逐继的调升 所以目前估全年EPS 美股英语可以来到5块钱 紧接着来3037的星期 市场的看法是 其实今年全年 虽然第三季 第四季都很乐观 但是我们用全年来看 今年2024年跟明年其实是不相上下的 就是说今年的获利 跟去年的二三年差不多一样 但是各位请看 它的以新兴为例 它的股本110亿 它整个股本110亿 今年上半年营收是500亿 500亿但是你看它资本支出 要投资多少 254亿 它在告诉你为什么 就是说明年开始 它整个营收获利会暴增 所以以今年为例 今年大概会落在法人圈的推估 7.5元到8元 明年是上看超过两个股本 所以像这种个股都值得 在未来你做追踪观察的 紧接着来台达电这就有意思 为什么这么讲 各位不要忘了台达电是 今天有法说 但是台达电它几乎是近期 台股从7-117月11号 24416一路跌 对不对 跌到昨天 跌到昨天为止 其实台达电在这个过程里面 它表现出比什么 比大部分的科技股都来得强 好 那我们怎么样去做观察 稍待我们从比对的角度 跟大家说分享 好 那讲到台达电之前 先看大盘老师 为什么说周循环正式转正了呢 首先我们先看今天 今天就标准是一个多方 那并且针对未来这一周 包括明天 包括到未来一周 它是一个正向向上做推升 好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今天是礼拜四 今天是星期四 好 星期四呢 一样每天早上 你一定要看一个东西 叫强弱关键 就是说早上从开盘过后 大约都是9.5分到9.10分 这五分钟之内 你去找出单一分钟的最大量 好 举例 今天单一分钟最大量 发生在9.06分跟昨天一样 你就把9.06分的交易价格抓出来 这里叫做22597 也就是说如果大盘守在22597 它会往上做攻坚 否则它会往下做修正 那为什么今天修正 它不继续跌呢 因为今天是礼拜四 礼拜四你就要抓周循环 所谓的周循环就是说 你把当日的最高点跟最低点 举例加全指数最高点22652 最低点今天一度来到22465 你抓出今天的平均价格 也就是说因为法人 会利用衍生性商品 那么去做一些避险的 所谓的价差型的交易 所以每个礼拜四 是交易的第一天 所以你就从市场的平均价格 这个平均价格 你就要把周四单日的 最高点跟最低点 你大家抓出来 它今天如果是布局的话 大概会布在哪里 22558点 问题是这里往 这个代表这一周 它是往上走的 但是明天接下来 就要对决22795 这里会有一道 第一道的反压会出现 好喔 22795 在22558站上之后 网上公老师 第一道反压 第一个关卡挑战出现了 怎么样关关难过 关关过很重要 就看大型股举不举你 好 接下来因为近期 从现在开始到8月的 不管是第一周第二周 陆陆续续许多上市柜公司 会公布法说 那么法说的过程里面 不管整个行情是个多头 还是空头 其实不重要 你说所以我们就等它 法说后公布数字吗 那就太晚了 也就是说你可以从 比对的过程里面 针对这些要法说的个股 其实在没有法说之前 你大概就估得出来 接下来的数字会很亮眼 还是会比较保守 为什么这么讲 各位请看这张图表 我们讲过技术分析里面 除了一般的趋势指标 反转指标 同时指标 循环指标 等等等形态之外 还有一个叫统计比对 你就用统计比对 你自然而然 是真实的数字 就会告诉你 什么股票会去 什么股票比较弱 举例 这一次的多头我们讲过 这一次的回档 最高点是24116 切过111 那你就把最高点抓出来 那我们就要看 各位请看 这一个 这个是谁 黑色的这一个 这个是加权指数 对 这个是加权指数 你把加权指数据出来 然后你再把台积电抓出来 OK 那台积电是下面这一个 OK 很接近加权 对不对 然后你再看台达电 台达电 今天就发说 今天就发说 但是你往前看 它好强 1 2 3 它是不是提前三天 就是说当大盘台积电 都在压盘的同时 一样是全职的科技股 但是一根本就不跌了 它几乎已经快回到24416 它几乎已经要回到24416的一个高点 所以像这种个股就叫领头羊 所以你可以利用比对的过程里面 接下来从法说 法说里面你就去找 有哪些个股是领先的 我们会持续帮大家做最终 台达电看起来 法说还没召开 就比大盘先指纹 看起来是市场 蛮期待它法说会的好消息 那大家就来看 这些表格里面的法说会 有没有什么股票 现在比大盘位阶还要强呢 比方说 这是下一周的星期五 星期四 星期三 星期二 星期一 OK 这是明天 明天8月2号 明天就是华兴集团 有华兴 有华邦店 有新唐 这里要法说 再来就是明基彩也会做法说 所以他是不是已经告诉你 明天就是这四件公司 对不对 所以你说该怎么看呢 那我们就找到 第一个台股这一次的下跌里面 许多朋友会比较喜欢找那一种 就是跌升的股票 可是还是跟你说 分享就在于 跌升的股票必须怎么样 它已经符合 它必须符合 反转的要素 我已经符合了 那您在座切入 去找跌无可跌的股票 用嘴说的比较简单 那到底什么是跌无可跌的股票 你可以利用反转指标 去比对出 接下来肯定会由下往上 做反转的标题 如果说有法说会加持 又是跌无可跌就更加漂亮 那我们就要起当跌无可跌 大家套得好惨的股票来做观察 好 我们在昨天讲过 就是反转指标里面 有PSY心理线 有KDJ这个J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昨天举了像 2356的音乐达 以及6488的环球金 好 我们先看音乐达 你看它这一波 是不是这样直线往下重挫 再看环球金 这个简直是跌到 真是阿嬷 买到你阿胸 你知道吗 它一直跌 完全没有停的 接下来看到今天是不是 出现一个跳空大涨 音乐达也是一样 我们讲过 你可以利用PSY本身 就属于反转指标里面的一环 也就是说它在波动过程里面 你去找出每一个波动的最高点跟最低点 最高点你就看 过去的每一次 只要是符合它的一个条件达成 是不是每一次都是上扬的 OK 那一样 环球金也是一样 来到高档区 它有给你提示说 你要小心 你要踩煞车了 OK 来到低点 它是不是告诉你我要赚 这个叫PSY心理线 今天再跟各位分享 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反转指标 但是这个反转指标 会有一点点难 会比PSY更难 不是难 就是你要比对 PSY跟KDJ很单纯 它所谓的单纯就是说 它告诉你正50就是空 负50就是买 KDJ就是100就是空 0以下就是买 来到跌破0回到0是买 那乖离率不一样 乖离率在运用的过程里面 跟KDJ PSY是一样的 可是乖离率必须要比对 怎么比对 就是以过去的历史 当做一个标杆 过去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它会跌 那你该怎么办 那你就应该要站在卖方 过去达到什么样的条件 它一定反转 那不就送钱了吗 所以要自己跟自己比 对 你要比了 来 我们就举2382的广达为例 你说广达在什么都乖离 不要再有 我讲的算就是正负14个百分点 所以不是一般讲说 可能20几%这样 没有 每一家公司它的乖离幅度不同 为什么会不一样 因为每家公司老板不一样 不一样怎么可能都一样 每家公司获利能力也不同 所以我们讲乖离 乖离是做比对的不是固定的 每家公司你要观察它的偏移幅度 它偏移是不同的 你不能用一个就来看全面的 那你会 那个误差值就会很大 所以举例各位请看 画面上你怎么把手看到 这支是不是叫做2382的广达 对不对 你说老板是怎么看 你也加入liteat对不对 你把他加入之后 你现在上我们的 你加入之后 我们在liteat里面 我会把我们在这个单元 每天我们的资料内容 都会放在上面 那你就做观察 你说那我怎么观察呢 你就看 这是叫广达 OK 广达这里 这里 对 你该怎么办 你该怎么办 对啊 有什么关系 你就空它就对了 就空 然后请问你 你只要回答我 它有没有往下跌 有嘛 问题是 我怎么知道 这里可以空 来你看这里 这里叫正14个百分点 正14 然后在这边一直跌 一直跌 一直跌 跌到胡说八道 跟什么跌到 海枯石岸 你说当时要跌到山西 他跟你说 亲爱的 我要开始起了 我哪知道他要起了 因为这是-14个百分点 再说一次 这里是正14 这里是-14 这里是-14 那我看一次不准啊 对 看一次不准 你不继续比对吗 历史会告诉你 你什么时候 应该去空广达 你应该把他扳空 你不要把他撒起了 他是不是跟你说 你要空 我要撒起了 你我还没撒起 来 这里是不是叫正14 好 再来呢 你把时间往前回推 回推什么呢 昨天跟前天 他是不是告诉你 我要涨了 对 他是不是跟你说 我买了 今天不就跳功上扬吗 OK 所以你来看 这个叫乖利率 乖利率的0 叫正常轨道 我们昨天讲过 任何商品价格的偏移 对不对 你在找什么 他每一次偏移到这个点 他就反转 那不就很简单吗 我不管是广达从345往下点 我举例 来 各位请看 这个就蛮重要 其实广达跟加权指数 几乎是一样的 几乎一样 好 来 各位你把这抓345 广达345块就24416 对 24416 好 请问台股在24416 大约本益比是几倍 24倍 24到24.5 加权指数 好 你看广达是几倍 24.6倍 几乎一模一样 几乎跟台北国是一模一样 这一次这个低点多少 2003 本益比几倍 大约落在16.4 所以你大致上 你就会抓的一个有一定的估值 因为时间的关系 各位你加入Light 还有两档 没法不服跟你说 一个是4919的新唐 包括今年预估的美股益域 以及它的本益比 这里叫负食 它的轨道是负食跟正食 好 记得 历程的部分是正负食酒 这里是正食酒 对 这里是负食食酒 好 那提醒大家 好多的个股 跌到负乖离相当的大 有机会酝酿反弹吗 那相关的内容 如果所有问题 都可以跟老肖老师来请教 另外这边还有一张 好多的评概念 反转指标 老师帮大家整理好 也做更新 包含了心理线跟KDJ 怎么样来做 这个索取跟询问 都可以参考 画面上面的联络方式 扫QR 扣扣 或者输入Line的ID 可以找到我们老肖老师的 讯息跟资料 相关内容都放在Line体里面 同学们有空都可以提出疑问 老师有时间会跟大家做互动 还有分享 关闹一下 今天电子股 这个回神了 比重超过了七成 主帅 什么台积 鸿海 广达都涨了 全面启动 空手者到底可不可以进场呢 现在抄底会不会太早呢 请问展哥 休息一下 手定武器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终于等到台北股市反弹了 这一次是超微给燃料 给了辉达才助攻 这个超微猜测财报都很赞 那辉达怎么喷得更凶呢 大摩重新将辉达列为首选股 维持增持的平等 目标价144美元 包含了Bad Blackwell第四季 初始出货会很可观 所以老AI第四季 有救了吗 Hopper系列需求还很强劲 那回答得好 谁最知道 不是你跟我 也不是黄仁虚 是这一位美国政坛女股神 裴洛西 好 裴洛西在7月26号 买了一万股的回答 不多 但是我相信 她老公应该买更多 所以回答几乎是超底成功 真的太神了 那为什么会这么看 因为CSP大厂都还在拼AI 可能短线上面财报 没有显露出来 但是大咖们都不悲观 JMETA公布了财报 而上修全年区间下缘 350到400亿元 资本支出部分 是到400亿美元之间 但下缘是上修 所以看法是乐观的 足客博讲 落后将使未来10到15年 没有办法掌握最重要的技术 那微软部分 第二季营销创高 Google也讲了 投资不足的风险 还比大于过度投资更高 所以你不做都不行 好 展哥我们来聊一下 台北股市间的大反攻 你怎么做观察 老AI第四季 挥达会出货 裴洛西也进场了 老AI现在7月份 没有卖没有跑的人 8月份能够迎来什么样的反弹 还是说真的的大爆发 依然要等第四季才会出现 OK 这个我们从第一季 所以待会大家记得要加官方来 第一季 挥达的法说的时候 看完我就写一个文章 我说我觉得最好的消息 不是说业绩爆发到什么程度 我说最好的消息 我觉得是GB200今年会出货 对 所以昨天 AMD财报好 结果挥达喷 挥达喷 对 但这个逻辑 很多人觉得怎么那么奇怪 但其实概念是这样 它的MI100 MI300 对 超微的 超微的MI300 其实对应是H100 他们的等级 大概是挥达它的等级 H100是去年的 对 今年是GB200 所以GB200是对应的是 MI350 所以意思是什么 现在连MI300都还卖翻了 那如果GB200出来 那 卖更好 不敢想嘛 对 对 我觉得概念上是这样 所以你说一天都涨了12% 比当你卖还多 所以这个地方 你说 武德算什么 洛西比较强 对 对 武德训报了 对 好啦 OK 但是其实今天 一个大反弹 上来其实早盘的氛围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是散户 可能早盘在卖 看起来早上是这样的卖牙 你觉得是 特别是这一段时间 在低档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直亮缩嘛 所以其实散户的焦头 是很清淡的 所以我们今天 也不用讲太多 我们先回顾一下 过去跟大家分享的 培养一下信心 来 7月22号 那一天跟大家解大盘说什么 我觉得震荡区间大概 21750到24000 那一天是哪一天 是这一天 两根黑黑杀下来嘛 那时候我们说在这里 有没有 真的就是低档 所以 说真的在下来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叫人家买股票 他还会问我说 老师我就想要等大盘稳一点 我说 对 你不是看7月22号就好了吗 对 然后7月23号 我们再拿大摩的 这个是我们自己判断的 对 我在拿大摩的 我是说21500跟24000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 特别是跪满 跪满那时候我们还画这一条 这里刹下来 怎么会准到那里面 几乎是一点不差 完全是点到就上 而且今天全部都站回季线 但是一样重复我们的想法 季线我觉得不会是重要的位置 季线会失效 这还是我现在的看法 所以现在是相对低档 理论上你还是要偏买方 OK 然后再来到7月23号 就礼拜二的时候 其实礼拜二是哪一天 是这一天嘛 前一天大跌完整理的这一天 这一天我跟大家说什么 我说鸿海跟什么台大店 我认为不应该站在卖方 你应该站在买方 结果我们这天讲完还跌下来给你买 有没有上来 那同一天是这里开低喔 然后今天是台大店法说 那一天如果开低的话应该多少 375附近嘛 375以下嘛 今天都多少了 423的嘛 对 所以你看光听那个你敢买台大店 又赚到了 就赚翻了 连这种股票都可以赚成这样 但是有多少人敢买 那天我们跟你讲的时候 可能大家都还在恐慌当中 因为那天是那一根大黑K 对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概念上是什么 那时候我们是不是说 以这种大型股 而且那时候我们从筹码的角度 我说这种时候跌回来 你不应该悲观 你反而应该乐观 所以其实 当然这个回到我们的操作逻辑 过往我常跟大家讲说 我比较喜欢顺势交易 但是从Q3的时候 我是不是说 其实你应该低买高买 所以这个时间点就是这样 而且我还说什么 我说散户最爱 说真的跌下来这一天 照理讲以散户的角度 台大店跌下来 打折了赶快进场抢购嘛 但是很明显我觉得没有 那两天没有亮 对 其实这一天搞不好还是杀勒 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会有点可惜 所以此时此刻你就要思考 逆向交易的思维 而且是要克服恐惧 然后再来 这个地方 我们在7月26号的时候 上周五 对 我们是说什么 从六口理论嘛 跟大家讲说 其实现在基本面的逻辑 对不对 那时候我们就说 如果真的降息 进入一个缓降息的格局 其实多头应该要延续嘛 那搭配 昨天好像讲到张席嘛 对 他是不是说4Q看到Q1 我是不是说4Q看到Q2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一样 那你说基本面好的时候 你回头本来就是应该正在多方 而且我们说这一波川普的保护费 我们也讲保护费不是 不是早就在缴了吗 对不对 早个理由修正而已 对 对 我们买东西也没有出货嘛 然后买猪肉还加香料嘛 对 所以我其实我们一直都在付出啊 但是你说回过头来 那天我们还讲什么 我说废半 从周线的格局 上升趋势没有跌破 你看现在时时时刻在哪里 在这里啊 就是那一天画的上人去试线嘛 就点到 所以你到这边到底是应该是多方还是空 本来就应该站在多方啊 这些都是我们这上个礼拜 一路堆叠给大家的思维 然后再来我们给大家Q3的操作策略 对不对 第一个我没有叫你说这里欧影 我觉得持股要降下来 这个也不变 然后另外你可以加弹性 意思是可以往下加嘛 对 就是你进场买的时候 留一点子弹嘛 你不要一次打光 没错 那真的不小心 遇到什么意外 川普又要来收什么费 搞不好你下去还可以再接 对不对 概念上还是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空间换时间 这个时间点你还是要做 低买高卖的动作 低买高卖 从中间去累积一点获利 这个都是不变的 所以今天这个磐石到这里 可能大家就会想说 当然早上你卖掉了就算了啦 但是你还可以思考 什么股票可以再买回来 然后运用我们给你的策略 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些个股 这个股票是这样 来从国具的角度 第一个 当然法术开得不错嘛 对 所以这边回测你看 从技术面来讲 第一个这个是大量 大量的红黑这里拉过来 过去的这段时间是不是都回测 上去 然后这里又跌破又下来 但是下去又下不来 有没有 对 然后昨天开玩法说会拉上去嘛 所以昨天没有什么时间讲 但第一个 他说近十一季以来的新高 而且从他的整个状况来看的话 可以很明显看到 其实是存货真的就在修正 所以去年确实不好 然后今年就开始起来了 而且那时候我们一直说法人嘛 其实法人在这一段是不是都一直买 所以投信还在买 有没有机会再 我觉得再来布局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但是就提醒 这个地方有点偏高 所以来到全高818 新高会有压力 对 所以回过头来 如果用我们刚刚给 跟你的策略 你要怎么做 还回座 对 你是不是这边下来跌不下去 你反而这边应该要拆低点去买 没错 概念上是这样 是是是 所以实务上我们会怎么做 其实说真的我昨天就去买这个 01 它的状况是什么 合并营收成长36%多 还可以算稳健的成长 税后净利也将近三成 然后营收跟获利是历年同期新高 这个没有问题 其实01过去我们就有注意 但是最近还什么 大连大私募进来90块 然后赞了 大连大还有底下的公司 一起持股它 持股了8%多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有一个大咖 大连大本来就是大咖 股价最近还蛮强的 对 所以大连大去投它 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什么 01是软体公司 对 我们是不是说AI的部分 其实从2B 才要进入到2C 2C根本就还没蔓延 所以这一块 大连大在此时此刻投资 甚至我们看过去更多的 什么宏基资讯 安基资讯 智联服务 宏基投资的 然后加世达投资的 伪创投资的 所以这些人有没有在布局 这些 软体的布局 对啊 航空母舰开始往下 往下去布局 所以这个时间点 会不会回头来思考什么 应用端 台湾有什么公司是跳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思考 那当然同样的道理 这边我们说上来是一个M头 有没有灌破 其实有 灌破完昨天整理 然后测低点 然后昨天再测低点 破低 然后上来 我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 所以这个时间点 其实我昨天也没有说一次买足 我就先买个部分 你买一个部分 真的不小心下来 我停损没那么痛 而真的不小心站稳 这个M头的位置 145 104.5 那我觉得就OK 就可以再找机会试机加码 概念上是这样 同样的状况 法人 头信还在 然后再来 当然这一段时间 非电的 对 非电的族群 我觉得还是可以关注 因为过去这段时间 几乎都是修正电子 对 对 好 讲到修正电子 我们看一下那个创意好了 好 创意这个东西 我们昨天录影 我还跟摄影大哥讨论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说一档各股要强 资卷同真比较有力量 但昨天创意的问题是 它是资争卷减 那昨天最新的筹码变化 又是怎么样来演呢 OK 昨天我们在讲的时候 我们是说先从融卷 对 所以这一天融卷先空下来 对 然后空下来收工 赚三千万 对 然后我们说 昨天的状况怎么样 在第一档反而融资是进来 对 融资进来直接反手 真的很强 抓转折有没有 对啊 传闻中什么有什么 什么天王说 一天抓了九次转折 我是没有很相信这种神话 但是OK 这个真的很明显 就告诉你真的转折 对 但昨天融资出来 融资减 所以那个融资又只做一天吗 对 这个你看 这个黑黑是融资大增 对 结果昨天红黑上来 你看涨个5% 结果融资又消了 对 前面这一天空单赚三千万 这天上来可能又一千五 你看两天四千五就露袋 那现在还是融资在那边这个 你高手过招状之下 短线上面要反弹不是那么容易 对 所以我们昨天的讲法是说 其实晚上看融资 如果融资没走 有机会再上 对 但是结果一看融资走了 结果今天你看 盘市一片大好它开高走低 是 这个状况是这样 那当然你回过头来 还有一些我们特别提醒一下 像2376好了 好 技嘉 这个很多人套很惨 对 很惨 但是你看 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一个有意思的点 其实它融券的高档是在这边 其实真的他们是空在高档 空下来的 对不对 空下来 反而低档是在回补 然后你看 这一天大跌的时候 这一天融资是大减 所以代表杀这一根 真的也杀了很多人出来 对 但是你看回过头来两天 反而融资又进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思考一下 后续看它的状况 因为我们讲怎么判断是对还是错 就是这些进来的人到底赚钱还亏钱 结果这里进来 今天跳空上来好像是赚钱 对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注意一下 因为他们代工五哥 其实格局有点不一样 广达等等的或技嘉 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头思考一下 好 然后再来我们讲 这个部分非电的族群 其实第一个 因为电子股前面一段时间长太多 很有可能本益比都过高 对 那你是不是回过头来真的找一些 我觉得其实不错的 昨天没有时间细讲 第一个外资投信在近期都爱买 而且一个区间 然后这里突破 突破完还回撤 这就叫做客户格局 对不对 然后本益比23倍 然后累计的时候年征率23%多 不能说爆发性增长 但是稳健增长 OK 然后玻璃可以外也是 前面是一个整理区 然后这里突破 然后突破完又回撤 然后这个缺口 所以破一下上来 然后一样 罚人 都没走 对 所以你去找股票的时候 近期是什么 大盘在跌 我相信没有什么股票是不跌 几乎都会受伤 所以你如果都跟跌的时候 跟跌的时候 第一个筹码有没有走 然后重要价位有没有走 好 那都可能是下一波的走 好 那当然之前我们在哪一天 我忘记哪一天了 我们也说 像这种类似回撤整理区的 你可以暂时观望 这礼拜一吧 先不要走 对 结果你看回撤完 今天是不是也上来 像这个利用电 也是回撤完这边也上来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在此时此刻会怎么讲 因为大盘一路系统性修正完 修正完有些反弹嘛 但是有些是破底 所以反而趁反弹的时候 你把破底股票清一清 就是它明明就比较弱 但是有些股票 举个例子 来3010 好 3010 这之前我们年线就在讲嘛 华丽嘛 华丽 对 我们是说这边跌下来 但是你看这里哪 季线 测测测 大盘跌跟跌没有问题 但是大盘在直稳的时候 它也在这里整理 而且你看这边也是 回撤前波高点的位置 然后时间 时间有限 那我们就记得提醒大家 先加赖 对 那加赖我们在自己的直播 我们再跟大家 多分享一些股票 好的确 相关的这个技术面的操作 老展哥讲到大盘反弹 你观察一下你的股票 第一个是如果说 震荡过程当中 有法人再买的 可以先观察 如果还有手术军 这个重要价位的 也都可以在这个稍作注意 如果说有看我们节目 礼拜一 没有把统一证跟利用电 砍掉的建议 应该都非常的开心 那同学们 如果任何疑问 你都可以透过我们 画面上面的联络方式 扫QR 扣或输赖的ID 可以找到我们展哥的Light 那相关内容 都会放在Light里面 同学们有空 都可以提出 老师有空 会跟大家做互动 还有解答你的疑问 观察一下 全职股今天也强力的谈 好 七月份 好多全职股 像鸿海 台积电创高 来不及卖的 甚至有小套 八月份怎么样出得更加漂亮 我们请问邓老师 广告回来 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哇 这个美国的科技财报 真的神救援 昨天黄仁勋 挥达的公司股价 大涨12% 也让市值增加了 3290亿美元 创上美国公司史上 最大的单日增幅 那黄仁勋前两天 跟这个脸书的指引堂 祖克博两个人 有炉边对谈 有讲到很多的议题 特别讲到的机器人 他又说 AI下一波浪潮就是机器人 回答推软硬体服务 套装服务 可开发训练制造 下一代的人型机器人 哇 今天机器人好猛哦 除了这句话之外 有很多的利多 帮大家来掌握整理一下 包含了八月份 智慧机器人大展的 皮衣男会来 那中国拼明年 见人型机器人的新体系 那日本的很多大厂 也有供货给他们 今天中国的机器人概念股 也表现非常强势 那机器人厂 日本的发纳科上修猜测 另外呢 昨天两公司 这个荷春 荷春是国内的 机器人概念股 他在内湖展示开幕 秀很多的机器人 懂作成天众也说 终极目标是人型机器人 今天股价跳空 涨停 这个非常的强势 那不止他涨停 什么索罗门 罗森 一大堆都涨停版了 那机器人会再攻另外一波 我们等一下请邓老师来做观察 那老师现在 但是问大型全职股的表现 每次老师来都要问问 台积电鸿海该怎么办 1080 我没走 那现在要怎么样来 要先卖吗 那卖在比较好的价位在哪里呢 鸿海也是 235也没走 跌到200块之下了 季仙他守得很稳 鸿海这波反弹可能会到哪 好的 我想在这段时间 没有接通告的日子 我稍微算一下 同学们真的辛苦了 从7月16号到7月30号 总共跌掉了2300多点 这一波总共跌掉了2583点 整个大波段从19291涨到24416 是涨了5125点 所以跌到21833刚好回档50.4% 台积电是领先大盘的 因为大盘落底日是在7月30号 台积电跟鸿海的落底日 都出现在7月26号 都出现在7月26号 所以在7月26号的话 如果说同学们 你有加入我的Lineator 有去搜寻我的 邓老师同学会的直播 我就直接告诉你说 大盘回档完毕了 台积电波段买点浮现了 那一天就是915 台积电就是915 当然我们没有买在915 我们买在922 922就带领会员买进台积电 那同样的为什么会这样算给各位看 就是说我们要算这个 整个波段跌够了没有 那当时就是台积电是 季线连碰都没碰到 是利手的 但是大盘是破季线的 可是大盘已经跌了 回了50% 为什么会比台积电回的还多 台积电回48.5% 鸿海回47.4% 那我告诉各位原因是 因为我们是又碰到了 凯米台风两天 对 放假了 就是 那变成一次有三天的 除悬席的股票一起 所以指数蒸发掉了 因为很多人是 对 本来你拜三要除悬席的 所以那天跌了900多点 一次变三天的要除悬 做一次除息 所以大盘的点数就蒸发掉了 所以它超跌了一点点 但是看台积电 就知道说这个盘就止跌了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记得加入LINE 否则各位光这个15天没有接通告 既然发生这么多事情 什么事情 川普被枪击射到耳朵 对 对不对 然后拜登退选 然后换贺锦丽 然后凯米台风 然后科技股崩跌 台股跌2000多点 对 但是有锁定我直播的都不怕 甚至还有更好玩的各位 7月初我告诉各位核大跟直得 都是属于基期最低的 对 各位我们来看一下1536核大 1536 来 7月初在这里 五字头告诉你 五十几块 它冲到772 我们有带你短线 先跑1 2分之1 锅端单就抱着 回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又加码 因为你卖掉了这里可以买 可是各位注意看 从7月初到现在它是涨还跌 涨 那重新又交叉了 你看大盘7月初到现在 好 大盘 你觉得发觉到大盘涨一下 然后开始崩跌 是不是还没回到7月初的高点 没有 位阶不一样 这就是位阶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 我一直告诉各位 低基期很重要 不管是核大还是直得 你回头去看 它连7月初的低点都没有跌破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讲过了 它基期是最低的 在机器人概念股里面 那为什么之前会提到 索罗门跟罗生 不是叫你买 看清楚 我是要拿你做比对 好 它既然涨停板 但是很高兴 可是快接近这个月线 我觉得你要是要卖一下 卖掉钱看什么 继续去买核大跟直得 为什么 很简单 我获利都比你这两家好 我基期是底部 底部 你是头部 你是头部 虽然不会说马上挂掉 但是它会很刺激 你心脏会受不了 你没有办法说买着 就像我们同学们 7月初看我节目买核大的 结果出去玩也好了 回头来看 原来大盘跌了2000多点 现在回头一看 还有还赚25% 还赚25% 你发觉太神奇了 这是选股的问题 这就是选股的问题 所以同学们加入LINE 然后搜寻了直播 或者是直接 小老鼠 ED12888 这个输入LINE的ID 就OK了 因为最近还是要跟同学们提醒 有很多像什么 抢星公司 卖博答 这些都是冒用的名字在诈骗 是 小心 对 老师不在节目上面诈骗又来了 我们不会自己成立群组 我们就只有这官方的LINE ID 跟节目当中小码QR Code 就这么简单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大盘 为什么这一波说盘跌够了 你看 最大量是这一根台积电 也是大盘最大量 4月19号 是7059亿最大量 跟台积电最大量 这一根13万张 然后从740一路涨涨 涨到1080 总共涨了340块 回档到这个所谓7月26号 它是7月26号915 如果有看我直播 我都直接秀讯息给你看 买了 这个地方就是要站在买方了 因为它已经跌了165块 跌48.5% 季线是上扬的 指标已经来到相对的低档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站在买方 事后证明是对的 当然来 我们再来看 红海它从一样 从137.5来到234.5 涨了97块 它虽然有破季线 但是它7月26号建的低点 7月30号是没有破的 大盘是7月30号 又破了7月26号的低点差50点 但是它就没有破 那就迅速的站上了所谓的 季线 那它回档幅度47.4% 指标低档交叉了 所以你现在有台积电 鸿海 不是卖 你如果说高档没有卖 剩下这边不是卖 是早点加码 你季线月境早点加码 或者是接近五日线 就可以做一个低阶了 因为盘已经做个总修正完了 也就是说很多说 这个盘是反台还是回升 我们不管它是反台还是回升 最起码它就是要往上谈一段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觉得24416 不见得会过 至少它会谈到接近 会接近 这个从21833 谈到23000就有1000多点 谈到24000就有2000点左右了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找好的股票 重点就来了 什么股票你要避开 季线是盖头下弯的 你像这个季线是上扬 还是向上的 这个就没问题 但是如果它季线是弯头向下的 反弹你就是要跑了 你不要指望说会解套 不可能 因为季线是一个三个月 一季是三个月的平均成本 如果是盖头的下弯 那季线下弯 你就是任何反弹站在卖方 是以这样来分别的 好 季线如果下弯的 有反弹要减吗 对 那我们来看台达电 你看台达电是不是更强 那季线连碰都没碰到 而且你发觉它很快速的指标 就是迅速修正 而且整个量一上涨就上来了 当然今天法说 我们不知道它怎么讲 可是最起码它公布 它上半年赚6.05 是很漂亮的数字 而且法人是站在买方 所以基本上台达电 沿着五日线操作是OK的 好 我们来看顺达 今天顺达是没有涨的 但是你更要去注意 未来会涨 它为什么会涨 它公布上半年赚这样 请看 对 它赚了一个股本 上半年赚一个股本 股票 股票110块以下 天啊 这本益比好低 这是昨天收110跌 你看今天是 今天跌喔 今天跌两块 那你要不要站在买方 可是它跌量缩 对 但是来 我为什么会用月线给各位看 注意看 这是不是昨天的月的成交量 对 你往这里看过去 我有没有过这里 那这里是多少 一二二 对不对 那这个量跟这里差不多 差一点点 那这里更高 所以我们先看这里 好 就是说量是价的先行指标 所以它跌你更要买 买跌不追涨 后面人家帮你抬为什么 我的本益比够低吧 我上半年就赚10.3 上半年 所以这本益比各位数 各位数 所以他觉得 我觉得真的是机会来 好 讲到国具 国具公布 他上半年就24.0是很漂亮 但是法人也是站在买方 这是买了8500张 7月份 我们来看 他是连试买 在低档连试买 所以你发觉到 他为什么标这两个数字 就是这是当时的 整个大的警线 从1310打下来203 弹到644 杀到263 然后又到634压回 然后突破了 这个地方就是大的一个区块 所以各位 这个区块 你自己去算 他未来有没有机会 往千元迈进 是有机会 就是1比1等 距离算大概900多 接近1000块 长线 因为这是月K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讲到国具集团的凯美 你看 又浮现好股票了 禁止在这里 对不对 禁止在这里 股价在6字头 来到禁止 你就可以很稳的去获利 所以我觉得 而且他还是连试买 我继续 机器也够低 所以这种股票很抗跌 好 再来看索门跟博生 我说为什么要卖 你自己看 他股价从这里 涨到这里 他现在一定会在这边 高档震荡 那震荡 除非你是当冲 隔日冲高手 否则我都见一个 逢反弹到月线附近 跑一下 你把所罗门的钱 把罗生的钱 换到何大值得 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 各位你看罗生也是 7月份是不是很刺激 从144又打回到80级 今天涨停板 你一样靠着月线跑 对 老师有说 是 来 你看何大 这是不是底部最大量 7月份 对 这就是为什么你发觉到 从7月一号到现在的何大 历经大盘跌2500点 它一样涨25% 老师只上上半周 可是下半个月 它一样出量 好 你再看值得 对 这也是底部最大量 对 所以你看7月份的月K 它还是红 你只要不追高 你7月初买到现在 抱着还是赚 还可以赚 那你任何拉尾要买 为什么 这量是不是过这里了 对 也过这里了 上个月的量已经过了之前高点 17.5 这未来是不是告诉你 未来半年 211也过了 对 也过了 至少先看这里 对 未来半年往这里走 到年 所以我们才来自于说 因为日本的日币现在要升纸 台币 台湾的工具机就有机会 转单收回 没错 所以难怪上个月 这个值得的量冲这么大 对 所以老师认为任何拉尾 都还是可以做圈套思考 对 好 那任何问题都可以 跟大家老师请教 扫QR Code 老师有问题 有内容 可以跟大家做互动 还有分享